够力咯 整片干过去 泥土硬硬硬硬硬硬的咯 怎样种榴莲咯 买地种榴莲的时候又没有人显咯 地要怎样肥啊 除了拉水败 还有什么方法咯 老板 讲好老板 左看右看 沙漠中的一条船没有半条草 老板 遇到这种汽水还是有方法咯 问下有料的人咯 如同我想问下 好像这一类型的泥土真的是适合种榴莲吗 ok 其实我们讲种榴莲 我们的泥土是有很多的种类了 然后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泥土 不能讲说ok 这一段源的泥土漂亮还是不漂亮 我们没有办法种还是可以种 对不对 所以其实好像现在这种泥土了 坦白讲是不适合的 是不适合 然后你看这边的那种比较黑的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像这种类 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 它硬 它很硬 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 它通透性差 就是透气性差 那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土壤怎么办呢 就是通常我们要去改良它 改良的方式一般上就是通过这种有机质 复制制 这一类的产品来去改良它 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 包括翻地 像现在因为新种的嘛 然后你看它有再剥落 再去翻种 那在耕地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可以破坏它的土壤结构 让它的结构会更加的疏松 更加的什么 然后你看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种很多这种 你看打都打不碎啊 对不对